你能想象一睁开眼就身处全英文的环境中 不用花掉一大笔积蓄 就能体验游学所带来的酸甜苦辣吗 之前就有想说去加拿大留学 后来发现说他的金额太贵 刚好就是在网路上有人跟我介绍说 你如果是英文很初学者 你可以去菲律宾游学试试看 然后那时候我才开始上网导师要说 原来可以去菲律宾这件事情 后来就真的去菲律宾游学以后 然后整个国际观就打开了 所以其实我后来回来开始 想要从事这行业学的时候 可以帮助一样像我这样迷惘的人 给他们一点方向 菲律宾相比欧美 较贴近台湾的气候文化 清明的学费更是让人跃跃欲试 深知其优点 执行长希望让人人都能轻松 来到这个包吃住的全英文优质环境 我们以前都是在菲律宾学习过 在海外待过很久的学长节 所以每次学生来的时候 我们都是以学长节的这个经验角度分享 到底我们在当地是怎么样去学习的 到后面工作转职找到好的工作 或甚至到后面的工作 怎么样去赚学礼力 让他们比较具有感同声 有时候说你去到当地以后 你可以怎么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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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会觉得说 好像我还没有去过菲律宾 可是我已经生命起尽了 威格的精神就像我们的名字一样 We go 让我们其实有点像家人朋友的感觉 你会对你家人跟朋友说法吗 你一定是把他最需要的挑选给他 从头再去确认你的需求 不会指定学校给你 是你决定你的学校 但后面所有的 譬如说签证 机票 新钱说明 注点人员的服务 到一路你回来 我们这有完整的一套服务流程 一月中还一月底才刚刚说我要去 可是我想要二月中就上课 尽量满足我的需求 帮我就是实现我的梦想跟这计划 我只是觉得 我年纪也差不多三十几了 如果现在找工作 下份离职要再做这件事情的机会 是真的没有 所以我这一次才会这么毅然决断的 出发做这件事情 谢谢他们 希望回来之后会收获良多 我们是都有亲身的去走访 甚至试读之后 挑选这些我觉得不错的学校 推荐给学生 那这些学校基本上 他们不管在师资服务上 他们的经理 大部分可以解决百分之八九十的问题 Each person who wanted to study English they have different goals So in our school we can cater all the purposes that you wanted to be you can lear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you can learn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we encourage everyone to be friends we encourage everyone to care with each other so that you will have a good and comfortable learning environment 独自前往异乡 如果遇到生病等突发状况 都有重点人员贴心陪伴 在国外生活 不论是沉淀心灵或开拓人际 都是不一样的回忆及经验累积 那时候有看到维格有说这种 辉利宾引法族的游学 那想说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一种是说如果把英文的基础 有一点基础的话 以后跟下一代还是说去旅游的话 也会比较方便一点 我是会鼓励大家可以去做这方面的尝试 那是很棒的 回到了学生念书时期那种快乐的感觉 像今年12月我就是 菲律宾有一群 我自己学校的老师 然后来台湾 我就有点充当导游的角色 然后就是带他们游玩台湾 然后就自己觉得 好像做到了一件以前 可能不会做的事情 就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这样 我们看到学生真的进步很多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开心 所以我们就是秉持这种 学生的回馈度很高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越做越有信心 就觉得说这个东西 真的是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成长以后 我们自己也会开心 这才是真的教育里面嘛